首批BNT疫苗将于9月初抵台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脸书发文表示 已向BNT争取保留明年3000万剂疫苗的额度 外界关切指挥中心是否愿意加购 指挥官陈时中30号下午在记者会中表示 如果单纯是为了打第三剂 目前指挥中心已经采购明年2000万剂莫德纳次世代疫苗 数量已足够 但也不排除买的比需要的更多 已分散供货风险 指挥中心也一直有跟各厂商联系 陈时中强调 打两剂疫苗有加强效果 但是打一剂就有基本保护 不管哪个厂牌 指挥中心都希望能够尽快提高第一剂的覆盖率 之后再补足第二剂 现在会把年轻人列为重要考虑 至于是否会为了加快第二剂覆盖率 还要根据精货量再做考虑 杨广记者杨仁祥 刘品熙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